品牌形象大革新的隆董朱古力 最近在Day2Place开车手间概念咖啡店 可以一边欣赏街景 一边品尝用上四大单品朱古力 泡制的法式朱古力甜品和饮品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甜品师的手势 据甜品师Angel说 单品朱古力即是单一产地的可可豆 好像品酒一样 环境和土壤都会令不同的朱古力豆 产生其独特的风味 Lukas Cacao 研算了四个不同的可可产区 秘魯的朱古力带有少少焦糖味 马达加斯卡的朱古力带有梅果香味 阿瓜多尔的带有少少花香味 泰国的朱古力带有少少提子干和干果的味道 专为花心朱古力迷而设的二人组懒人包 集合四款经典朱古力甜品的迷你版 有朱古力奶凍、泡棉花糖朱古力塔、朱古力泡芙 和朱古力塔 木盘上贴心感附上tasting notes 大家可以看到甜品分别用上边一款朱古力泡仔 当中的酵棉花朱古力塔加入62%厄瓜多尔朱古力酱 甜品师会积极将棉花糖烧至微焦 再撒上海盐粒 这个组合同时品尝到两款朱古力特饮 以72%马达加斯卡梅果和胡椒等香气 减低甜味感 就算配上多多的忌廉 也不容易感到饱肚或过甜 在浓郁的热可可上 加上超至半溶的棉花糖 带来幸福的感觉 蛋糕用了70%泰国纯黑朱古力酱 和可可粉相间 喜欢极浓朱古力口味的朋友就别错过 另外还有多款酥碟 像这款窩夫 将经典法式牛角包面团放入窩夫机敲汗而成 一口入口结合两种酥脆的感觉 自己动手临上特农朱古力酱 看得都开心